台湾火车泰鲁阁号在花莲县发生出轨意外 伤亡惨重 现场抢修行动进入第三天 交通部汇报 昨天脱掉出第三节车厢后 今天预期会再脱掉另外两节 部长林佳龙面对庞大的纠责压力 已经向总统蔡英文口头请辞 林佳龙今早到现场视察进度后 表明会负起责任善后 绝不会推诿过失 我不会回避 我现在要负责任 把整个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我会在整个抢救抢修工作完成之后 我想我会承担该有的责任 开鲁阁这场铁道事故导致50人身亡 200人受伤 官方查明是工程车停放不妥 滑落到轨道和火车撞击 酿成惨祸 对于林佳龙准备引救辞职 总统府表示肯定部长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目前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因此不是时候讨论辞职问题 至于在野的国民党则形容 林佳龙负起政治责任是作为执政党的基本下限 彻查系统根源督导责任 才是阻止悲剧重演的关键因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